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299的价格完全不符 自然也就不存在补款的事情发生 直接实锤了星巴撒谎 而其他网友在看到该截图后 也纷纷表示星巴素质极低 居然为了炒作故意撒谎 也有网友称 我更倾向于是星巴在给粉丝洗脑 你看我为粉丝付出了这么多 以后大家都支持我之类的 毕竟张雨起不太可能出来 为了这点小事反驳他 看来这事到现在 大家也总算是明白各种的是非曲直了 在网红直播带货经济维持了这么久的情况下 大部分网友应该也都明白 其中的猫腻有多少 毕竟所谓的价格也都是早已确定好的 主播们和明星们的卖货术语 更是有剧本的套路在其中 至于所谓的自掏腰包回馈粉丝啥的 还是听一听一笑而过吧